女孩的眼睛变得通红 背上也凭空出现了一道道伤痕 紧接着 伤痕里竟长出了黑色的东西 女孩忍着剧痛将其拔出 发现这竟然是根黑色的羽毛 母亲听到动静闯进了房间 女孩吓得赶紧把她挡了出去 就连母亲的手还放在门框上都不在了 还没等女孩平静下来 她的双腿突然骨折 直至弯曲到常人无法承受的程度 女孩失去重心倒在了地上 等她再次醒来时 发现刚刚的一切都只是自己的梦 妮娜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芭蕾舞演员 为了女主角的位置 她已经偷偷地等待了很久 终于她等到了机会 上一任女主角因为年老色衰 丧失了魅性 所以新的天鹅公主 将在她们这群年轻女孩中选出 但此次的要求却不一样 必须要同时能担任黑白天鹅双重身份 既要有白天鹅的纯洁与脆弱 又要有黑天鹅的邪魅与野性 但妮娜从小的性格娇柔又怯懦 表演白天鹅时 她能表现出极致的柔美 可一道表演黑天鹅 她的优势却变成了为坠 完全没有半点